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這兩個數的話 同時乘上一個正分數了 使這兩個分數變成了整數 那麼他要求這個最小正分數是等於多少 我們看這個數等於多少 五又十八分之一 把它化成假分數 這十八分多少呢 九十 五乘以十八的話 五八四十 這是九十一 那這個數 三又十五分之七的話 這個等於多少呢 十五分之四十五加七 四十五加七 這個是五十二 五十二 那現在我要同乘一個數 同乘一個數的話 讓他變成什麼呢 變成那個 就同乘一個數的話 我們叫做X分的Y好了 同乘一個數 一個分數以後的話 要讓他能夠變成整數 代表什麼呢 代表他能夠完全約分 也就是說 這個東西的話 必須是什麼呢 是這個 他那個什麼呢 分數啦 也就是說 怎麼講呢 也就是說 是八分之九十一 跟十五分之五十二 要乘以某一個正分數 乘以某一個正分數 乘完以後他必須整數 必須整數代表什麼呢 代表這個要能夠變約分 然後的話呢 乘以他的話 代表這個也能夠變約分 也就是說 這一個 他 這個Y的話 一定要什麼呢 一定要是 這兩個的最小公倍數 也就是說 這個Y的話 一定是 十八跟十五的最小公倍數 那乘上去的話 這個才會能夠約分 這個才會約掉 那這個的話呢 一定是要 這兩個的最大公倍數 因為這大公倍數的話 這X才會約掉 那約掉以後 這個才會變成長數 約掉以後 這個才會變成長數 所以這個呢 應該什麼呢 應該是 九十一 跟五十二的 那個最大公倍數 好 那所以這個分數 等於多少呢 這個 最小公倍數的話 是等於多少呢 十八 因為他要 乘這個分數的話 他要最小 那最小代表什麼 代表要求分子要最小 那分母要最大 所以分母呢 要是 最大公倍數 分母的話 是等公倍數就可以了 公倍數的話 也就是說 這能夠約分嘛 那約分這個就沒有掉了 這個的話 一定要是公倍數 這兩個公倍數 這樣才能夠約分以後 這個十八跟十五 才能夠約掉 這樣兩個數才會變成長數 然後現在他說 這個要最小 所以Y要最小 一個要最大 所以這是最大公倍數 這是最小公倍數 好 十八跟十五 用三 三六十八 三五十五 所以這個等於多少 五六三十 三十乘以三 就是九十 那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 這個 九十一 跟這個 五十二 可以用多少呢 這個看不太出來 我們可以用什麼 用輾轉相處 好 九十一 啊 跟這個五十二 用輾轉相處 好 一 五十二 啊 這是九 八 減五 是三 一 三十九 這是三 這十三 可以整足 三三得九 三十九 整足了 所以上下可以用 用那個 他的那個 兩個最大公倍數 十三 十三 所以呢 這個 最小的 正整 最小的正分數 是等於多少 十三分之九十 啊 所以答案是十三分之九十 好答案是十三分之九十 三分之九十